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代表场地服务国附纪念馆的立场 来表达对我们这一次盛会 以及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艺术界朋友们的光临 表达欢迎 更要祝福我们这一次的大展圆满成功 那么其次呢 让我很深切感动的 就是我们新闻界的艺术根营 跟发表 已经有多次在国附纪念馆这边 我们是合作共同来办 那么每一次呢 我所参与的时候 我们也见到许多来自大陆对岸的新闻界的朋友们 尤其不只是在做新闻工作的根源 另外更为令人敬佩的 是在艺术工作领域方面的结束成就 哎呀这个是我们深深感到佩服的 所以在此我要以场地服务的立场 邀请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们 对于我们这一次到台北来参与这一次展出的所有大陆的朋友们 要答我们的欢迎之谊 新闻工作是辛苦的 也是重要的 是国家发展 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社会的各种新闻的 不管是隐晦的或是光明的层面 都透过新闻的那一支非常坚定又正直的一个 一个文笔把它揭露出来 但在每一次的这个展览会场 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新闻界的朋友 又有这么多艺术创作的天分跟表现 这是令人敬佩的 我们在台北可以看到就是新闻自由 这个部分呢已经应该算是相当的落实 可是在艺术发展这个部分 却是导向那种真善美的一个环节 我们觉得那个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今天能够有两岸的艺术界的朋友 共同都将精彩的艺术作品再次呈现 我要在此祝福大家万事如意 更要期待我们两岸的交流 越来越平顺 我们不要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 那我想新闻界的朋友应该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忙 这是国家之福 人民之福 谢谢各位 谢谢 官长 各位大师 各位老师 还有来自我们大陆的新闻界的朋友 我们国内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够奉邀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策展活动 新闻专业他们本身必须就事实信息事实的事件来做报导 那么透过我们专业的报导了解两岸的一些发生的生活状况 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可是透过艺术表现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人 当然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有各有各的特质 所以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 用手所画出来的 用嘴巴所说出来的内容 其实就将这个人 他所看到的东西能够做极致的表现 就艺术的表现而已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来说谁比谁更好 也许有些东西是有一个价格 可是艺术就个人创作者而言 它是无价的 但是透过每一位大师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工作者所呈现的作品 可以让我们一般的人 普通一点的人 原来这个世界有更美好的这一部分 可以透过别人把它呈现出来 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有盼望 今天非常高兴 也希望未来这样的活动 能够持续在我们馆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两岸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有更多的作品 呈现在世人面前 祝福大家今天展出成功 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大师们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 岩理事长 还有我们国务集定馆 林滚长 还有我们 易文化院长 很多我们 大陆来的 新闻媒体的前辈 还有他们的艺术家们 大家好 好 我记得每次我们 这个华人新闻创作展的时候 办的都非常成功 过去我们文化界都很需要媒体的鼓舞 现在有媒体自己一下去创作 我想这个影响力更大 因为会带动 所以我们不会寂寞 这一次也感谢我们主办单位 还有国务集定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让我们有机会跟大陆的朋友一起交流 那作品领导满目 我个人就是在国务集定馆门口 所以 那个馆长这边有什么症状我都会来 还有这个老朋友 连理事长 我非常的亲切待人 今天接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见面 非常的高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陈老师 谢谢我们 连理事长 何Musica Gu Hi 县理事长 館長 创大师 各位大师 还有各位艺术界前辈 大家好 好 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这个盛会 我们大陆的一些新聞记者 媒体记者 艺术家都来这边参战 因为我和县理事长是 大陆去参战 很認識的 就是我們去國務院辦的 就是在北京的台灣會館的那本展覽 我們認識的一路上大家談得很融洽 所以他回到台灣辦展覽 我每次都參加 因為就是這樣的原因 他每次辦得都很成功 我很欽佩他的辦事能力 因為像這種場合 就是需要媒體、藝術家 大家一同合作 比較能夠形成一種氣候 然後也會有一個成果出來 就是說我們在藝術界上面 就是各自畫自己的畫 不管你畫水墨、畫書法、或者是水彩油畫 都是最好是不要和北人比 和自己比 能夠自己比自己 能夠卡比卡比 所以我們說明天會比今天進步一點 明年會比今年進步一點 他們今天又比昨天進步一點 這樣的話你慢慢往上爬 你就會 最後就會有一些成績出來 我自己就是 我祈求我自己 祈求各位藝術家能夠有這種心態 能夠看到大家的作品 臨堂滿目 而且很多元化 很高興 能夠參加這個盛會 祝各位貴賓 身體健康 辦事實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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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東學老師 您館長 我祈求我們大陸來的 各位新媒體的朋友們 各位藝術家 各位我們台灣的 各位熱愛藝術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早上好 好 我們榮幸 今天我們連理事長 是要來參加這個盛會 這兩岸這個書法的盛會 一方面是連接 書法文化的感覺 後方面我們連接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一起的感情 我們知道這個媒體在社會的影響力 非常大 我們書法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的 整個大家的心臨影響大 兩大很影響力很大的 這個力量 匯集在一起 所以每年辦這個活動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我是代表我們台灣中國書法協會 來參加這個盛會 因為可能原理事長比較看重 因為台灣的書會非常多 自從開放以後 以前開放以前只有一個書會 這是我們李佑任創的 這個台灣一個中國書法協會 那開放以後現在聽說書會有 一千多個 非常多 以前只有一個黨主席 現在有三百多個黨主席 這個 這個以前只有三個電視台 現在有一百五十幾個電視台 就是開放以後百花齊放 很感謝我們這個原理事長 還對我們這個老會 我們這個會今天成立已經五十五周年 五十五周年 非常重視 我們這個會 原理會員比較廣泛 所以在二十一個縣 經常我們會定期的見面 還有我們現在跟大陸 三十一個省市 以及很多書法界的朋友 經常會在一起 所以這個 現在不但是這個地球村的時代 而且這個好像天下一家親 而且我們兩岸更是一家親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大家 文化學員 藝言 各方面更為密切 所以希望我們接著 兩岸新聞媒體 藝術工作的努力 我們大家 讓我們的這個 和平發展 讓我們的這個 理想的社會 美好的夢想 來早日來完成 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學理事長 委員理事長 林管長 各位藝術家 各位新聞同仁 朋友們上午好 好 首先 感謝中華新聞記者協會 策劃籌辦了一場 文化盛宴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中華文化 底應豐厚 民主珍貴 情緒舒緩 適應專科藝術 深深吸引了廣大民眾 特別是廣大新聞工作者的參與 讓我們在傳承 和變化 兼容中 盡情享受藝術之美 同時 通過作品創作 提升文化修養 和藝術功力 豐富精深文化生活 漢末 丹青 寫春秋 本次藝術創作廉展 傳承了 民族藝術的根脈 同時 也積極了當代藝術創作的精髓 是 吃雲末寶的各位藝術家 由德行高尚的奇術 由默默耕耘的愛好者和藝術才俊 更多的是我們兩岸新聞工作者 及其 書畫藝術愛好創作者的榮耀參與 今天展出的作品各具千秋 精彩分成 在一筆一畫 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一井一物之中 都滲透著作者對民族文化的深刻認識 和對傳統藝術的深刻感悟 寄託了各位藝術家對事業的嚮往 對生活的熱愛 對藝術的崇敬之情 陣路比落盡風雨 莫煞聖明煙 可謂精品悔萃 共享盛舉 我們有心和得意雙性的台灣藝術界同仁一起 共同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藝術賣力 美 事劇上受到強力震撼 藝術上受到美的熏陶 感情上受到爭執融通 來到台灣這個人機低齡之地 我們深深感到 學有守護 不許此行 今年恰逢兩岸新聞交流 三十周年 三十年來 兩岸新聞同仁 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 廣泛凝聚明義 積極傳播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拉近了兩岸民眾心靈上的距離 真誠做兩岸同胞共同利益的維護者 已經成為增進兩岸交流的重要力量 特別是兩岸同仁大力弘揚中華文化 發揮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樑和紐帶作用 增進了兩岸同胞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 同時積極整合兩岸媒體產業資源 攜手促進媒體合作發展 給兩岸媒體在融合發展和文創產業發展方面 創造了更多機會和美好前景 和平發展的崇高願景 給兩岸新聞界和藝術界提供了廣闊的合作交流空間 中興希望兩岸新聞工作者和廣大藝術家 繼承和發展聰明材質 創造出更多的新聞產品和藝術精品 為繁榮和發展中華文化 更加緊密的拖展兩岸新聞合作交流 貢獻智慧和力量 在這裡我們也真誠地邀請各位藝術家和台灣的新聞界 藝術界的朋友們到大陸和大陸新聞單位 訪問交流 我們將熱心為大家提供必須必要的服務 再次感謝中華新聞記者協會 投伴這次文化盛宴 感謝中華新聞記者協會的邀請 祝願各位藝術家 肆意興盛 幸福安康 祝本次藝術展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